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阳 看后边啊,这个产项已经做好了 后边是马犬这里边了 这是我的一条马犬 它现在开始生产了 咱们拆拆它能生几个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啊,已经生出来了 已经生出来了两个了 这个马犬它的名字叫虎妞 可以看它的毛色 虎妞的特点就是小耳抱头抱胸 黑头黑胸的 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是,这次是用 吃王配的,是一条暴红马犬 双血桶的 现在看啊,一直在用劲啊 一会儿第三个狗仔就要出生了 可以看一下 现在看 这个就是不自在的感觉 就是比较难受的感觉 来看一下它的耳鞠 你看 这眼神 非常的漂亮,我就喜欢看这个马犬 这种专注的眼神时候是最漂亮 最帅的时候 说实话,看不够啊 看这小眼神 太漂亮了 咱们期待着啊 它再次生出来狗仔 来看一下啊 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了 我也没有数 这条狗仔啊 给大家看一下 马犬生窄的一个过程 生出狗仔以后啊 羊水破了以后 它自己会啊 来,咱给它帮个忙 给它拿出来 上面还有个旗带啊 看它那么长的 这是旗带 一会儿啊 老狗会把这个旗带自己给咬断 然后把小狗身上的羊水 全部舔干净 现在啊 正在咬旗带 可以看得很清楚 狗咬旗带的话 它没有一个标准啊 它有的会咬的会剩的长一点 有的咬的会短一点 具体啊 你看 它这个咬的啊 可能咬的不太到位 它刚才又咬了一次 然后 期待没有咬好的话 会简单的会流一点血 大家啊 不要紧张啊 你看 流了一滩血啊 看得很清楚 流了一滩血 这个没事 一会儿血都不流了 这看这个小狗不动了 你看 还是有反应的啊 因为啊 这个狗生产 来这边摸摸它 看它动不动 我以为你睡着了 你躺着不动 你这个狗真是啊 看它全成一团了 按正常的话 我如果我不给大家拍视频的话 我第一时间会把这个狗狗口腔里面的羊水给它清理一下 来看 每次狗狗在生产之前 都会出现挠啊 咬啊 这就是啊 这就是一个生前的一个症状 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它可能是沉不住气 心比较急躁 可以看一下 哇 这小狗啊 这样一直挠挠挠挠挠 不要挠了 不要挠了 虎牛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它这种挠的话 会从生狗仔前 一下到生完以后 就不挠了 有的狗就是 在生狗仔前挠的比较凶点 看着生狗仔的话 就不挠了 但是虎牛今天的表现 一直会挠 那我看它的肚子的大小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就是在五六条 那么今天啊 现在已经第十条第五条了 咱们再等等 看有没有 肚子里面还有几个 大家可以猜一下 那么目前的肚子还是很大的 还是挺大的 但是肚子里面还有几个 这个谁也不清楚 哇 生完了啊 一共生了九条 虎牛辛苦了 大家看了吧 我把这个垫子也给铺上了 上一窝麻犬 大家评论区留言 很多说我太狠心了 没有给铺垫子 不怕小狗冷吗 我不傻 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 因为这个垫子是狗狗生产完以后 我才给铺上的 因为在生产的时候 狗狗很多羊水会排出来 你给它弄个垫子 它会把弄的全部都会湿透 这样的话 还不如咱等它生产完以后 再给它铺个垫子 小狗在上面更舒服 红牛真的辛苦了 生了一共生了八个小时 一共生了九条 不错不错 全是爆红的 现在还看不出来 等十天半个月以后 就可以看出颜色了 你看这条 因为小狗在生产完一个小时 有的生产完二十分钟 最快的五分钟就开始找奶头会吃奶了 这么小 刚生下来 它就会吃奶 天生的 你看 它眼睛看不见 它就是靠它的嗅觉 来完成找它的妈妈 这个狗 带小狗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它 一直在给它舔 这个我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老狗会一直在舔小狗呢 就是说 刺激它的排便 大便小便 就是刺激它排便 那么这种大狗的行为呢 从小狗出生的第一天起 到三十天左右 大狗会把小狗拉的小便和大便 全部吃掉 而且会持续的舔它的部位 刺激它排便 排尿 你看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个狗的母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个虎妞是 它是我们这比较有名的一个犬色 鹿虎的闺女 可以看一下 它的右上方 是狗狗的配种的视频 对中国麻犬感兴趣的话 评论区可以给阿阳留言 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那么小家伙 让他们吃奶吧 咱们就不打搅他了 好咱们下期再见 到明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